外面的人把话题逐渐偏到了 八卦林安心和背后金主上面去了 化妆间里 池雅还以为别人在外面羡慕讨论她 坐在了镜子的前面 欣赏着自己的脸 就在这个时候 为她化妆的造型师进来了 客气地对她说 Lina小姐 你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我们开始吧 嗯 一般情况下 女明星还是很给化妆师面子的 特别是刚出道的新人 一般对化妆师都很客气 化妆师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趾高气扬 不懂事的新人 愣了一下 在意想池雅的背景是个大导演 尽管心里对池雅的第一印象不怎么好 还是笑了笑 上前开始准备给她上妆了 化妆师才刚拿出自己戴的彩妆 一一打开 准备用刷子蘸点粉底 为她打底 就见池雅木然一闪躲开了刷子 先气得道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 我先说啊 我必须要用国际一线品牌的定制款 不然我皮肤会过敏的 这个 我用的也是国际一线品牌 只是不是定制款 应该没问题吧 池雅立刻躲得远远的 就跟她刷子上蘸的不是名牌化妆品 而是病毒一样 怒吃道 我都说了 我要用一线品牌的定制款 不然会过敏 你这个算是一线品牌吗 你是没有见过一线品牌 至少也得是Favorite Jane的这种 赤雅高傲地说 化妆师跟看神经病一样地看着她 Favorite Jane这个牌子她当然知道 一线品牌当中的奢侈品 彩妆里面的钻石级别 价格贵得惊人不说 还限量销售 一般只有名院 超一线明星才会用得起 她只是一个新人 就算是和导演有一点关系 哪里来的底气 要求要用Favorite Jane 你那是什么眼神 化妆师还没有说话 吃牙已经怒瞪了过去 不耐烦地催促她 我必须要用Favorite Jane这种级别的 去换这种 不然我不化了 不好意思啊 这里没有Favorite Jane 我也没有那个渠道给你弄来 你如果不愿意上妆就算了 待会儿冯导问起来 我只能实话实说了 琳娜小姐不愿意配合我的工作 化妆师的话音刚落 赤牙猛地一个耳光摔了过去 狠狠地打了化妆师一个耳光 怒吼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也敢跟我这样说话 我告诉你 随便你去告状 我还不用你了 滚出去 你 是你自己说的 是我说的又怎么样 她还不相信一个小小的化妆师 也能给她气瘦了 她今天瘦的气够多的了 刚刚那一个耳光 总算是让她发泄了一点 看到了顾千词缠着她家成年哥哥的火气 化妆师捂着脸怒视了她一眼 转身拿起了自己的东西往外走 刚走到门口 就碰到过来的冯三 冯三见化妆师捂着脸 眼睛带泪的样子一正 刚要问是怎么回事 赤牙已经恶人先告状 冯导 我不要她当我的化妆师了 她根本就不想给我化妆 我都说了我要用她带来的牌子的粉底会过敏的 她不唤不说 还说不给我化了 要找你告状 说我不愿意配合她 化妆师见过演技好的演员无数 没有见过把演技用在这方面的人 她冷笑一声 不用池雅继续告状 直接跟冯三说 冯导 我很荣幸 你拍新片的时候能够想到我 给我打电话找我合作 我专门从国外飞回来 本来是想做好这件事情的 但是现在看来恐怕不行了 冯导 抱歉啊 这个工作我做不了了 如果有机会 我们下一部片子再合作吧 别这样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跟我说 有矛盾我们调解一下 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没必要不合作吧 你知道 我们合作了那么多次 我非常相信你的 你突然不做了 我这边很麻烦 化妆师的态度很坚决 冯导 如果能做 我肯定做了 但是我真的做不了 你们的演员 要求要用 Favorite Dream的化妆品 不是Favorite Dream的 要过敏 我实话实说 我没有渠道 弄到Favorite Dream的彩妆来 他甩手就是一个巴掌 真的是持牙打的 冯三气得够呛 化妆师同样气得不行 直白地说 我在这个行业十多年了 合作过的大牌一人无数 说真的 我就是给国际大牌化妆 都没有遇到过 这种无理的要求 更不要说是挨打了 今天我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不跟他计较 但是合作 算了吧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和他合作的 如果这样我都忍了 继续给他化妆 我以后 也不用在这一行混了 说完 化妆师气呼呼地走了 冯三在后面喊了几声 没有能把人给挽留住 沉着脸回到了化妆间 持牙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化妆师来头不小 自己可能是闯祸了 但是 他仗着自己的身份 和冯三这段时间 对他的好态度 还是仰着头 一副自己没错的样子 不等冯三说他 自己开始抱怨起来 我是动手打他了 是他先说不给我化妆 还说要告状 我一时生气才失手打他的 他不化就不化了呗 冯导 你是国际大导演 想要跟你合作的人那么多 他不化 有的是人愿意要这份工作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 再说了 我又不是故意要为难他 我是真的不用 Favorite Dream的级别的化妆品 皮肤就会过敏的 过几天 就是开机发布会了 到时候要在媒体面前 宣布主演阵容 我总不能第一次 在媒体记者的面前 正式亮相 皮肤就是过敏的 没法见人吧 冯三甩开他的手 嫌恶万分 你说不用就不用 安妮是艾美奖金牌造型师 做人物造型一流 有他在 我才放心演员人物的造型 本来他在国外一个剧组 帮人化妆 是我打电话 套了交情才把人给叫回来的 结果你一来就把人给得罪了 现在他不干了 你让我去哪里 再找一个同等级别的人来 池牙的心里窝着火 但是看到冯三发火了 尽管他的心里窝火 还是挤出了一个笑来 重新挽住了冯三的手臂 忧愿地说 人家又不知道他来头那么大 正好刚才心情不好 他又是那种态度 才会忍不住动了手 实在不行 大不了我去跟他道歉